音乐 上个星期我们全部花钱做了一个堕胎的广告 这个新闻是NPR出的 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一个用纳税人的钱搞出来的一个电台 这是一个你无法摆脱的左派组织 我来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要播放的不是影片 只是一段录音而已 如果你讨厌恶心的画面 或者是恶心的声音的话 那要从现在开始跳过去一分钟 一分钟就好了 因为NPR上传的那段很恶心的音档 一个女的堕胎过程 他们上传了一段一堆医生护士 这些杀人凶手 然后让你听这个妈妈屠杀自己的小孩的过程 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恶心的声音的话 请跳过这一段大概一分钟 这边我先暂停一下 我的小女儿现在快要两岁了 我太太怀孕的时候 每次产检我都会跟她一起去 她这边说十一个礼拜 十一个礼拜是什么意思 十一个礼拜就是快要三个月了 那个时候你不但可以看到心跳 你还可以知道小孩的性别 手啊脚啊都可以看出来 你的小孩会动 我还会在肚子里面跟你挥手 你可以看到他的脸型 脸还有眼睛 超音波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那已经是个人了 不只是一个什么 所谓的受精卵 或者是任何动物的胚胎 然后她还说 这边这个女的已经有一个小孩了 然后她在这个医院 要来谋杀她第二个小孩 而这个母亲是知道 她在杀她的小孩的 因为那个女的在里面哭 不是因为喜极而泣 那个女的真的是在度过一个身心煎熬 而且会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你问每一个怀孕过的妈妈就知道 肚子里有小孩的时候 她们马上就知道里面是个人了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会觉得不舒服的话 跳过去一分钟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希望所有的女人都应该要听到 然后知道堕胎的真面目 而且这个还是NPR在鼓励堕胎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有女儿的话 给她听这一段 让她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 听起来是什么样子 就像很多患者在 Northland 她说我可以录制她的试图 我们会听到这些试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是新闻片段有的时候有什么白布条很可怕的景象 那这个音档虽然是没有影像的 但是却比那些新闻片段、影片都还要来得恶心 听起来比那些还要恐怖 因为在杀死这个孩子的是他的母亲 然后那个NPR的主持人在里面说 在很多层面来讲 就像在生小孩 对 的确就是在把一个小孩弄出来 没错 只是你要把这个小孩分尸 打碎 然后用里面听到的那个吸尘器 把那个小孩粉碎的尸骨弄出来 这不是一个诞生 这是一个谋杀 这个生小孩结束了之后 不是母亲喜极而泣 然后爸爸在旁边握着妈妈的手 然后想着未来要怎么跟这个孩子生活 带着这个孩子长大 每天晚上没办法睡觉 但是充满着幸福的家庭 而是一个最无辜 最单纯 最可爱的生命 就这个样子被你粉碎了 然后被丢到垃圾桶里面 然后他们利用我们的纳税金 去播报这个报道 来去promote这个样子的事情 你现在感觉有多恶心 就是这个国家变得有多恶心 这个国家可以用纳税人的钱 来鼓励妈妈杀小孩 刚刚那个英党 彻底的摧毁了左派他们的说法 说什么这是女人的特权 这是自由 这是社会进步 这不但证明了 这不是升职自由 而且还证明了 这是完全相反的 跟升职人权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在结束生命 然后里面还有那些医生 还有护士在那边鼓励 你做到了 You did it 好棒哦 你看没事吧 然后妈妈在那边哭着 说谢谢 真的让我们看到 堕胎的样子 真正经过产房的人就知道 里面其实是很混乱的 灯全部打开 因为医生要看得很清楚 妈妈躺在床上 旁边的医疗人员 说用力用力用力 然后小孩出来之后 那瞬间的和谐 每个人都充满着笑容 爸爸妈妈喜极而泣 一个生命诞生了 然后刚刚那个音档 不管NPR讲得多好听 灯光昏暗 放着古典歌曲 很干净 很和谐 你听到的就是那个吸尘器的声音 你就知道 一个小孩在被分尸 全身被打碎 打成肉泥 抽出来 就算没有画面 你也知道 这个在撒旦的祭坛上面 发生的事情 有多么恐怖 多么恶心 就算是男的 没有经过产房 你也可以想象得出来 当时的场景有多邪恶 没有人可以听到 妈妈在自己屠杀 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然后还跟自己说 很不错啊 很好啊 因为堕胎就是这样的事情 这么的丑陋 没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合理化 正常化这样的行为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2020的选举是胡扯 例如在宾州 密西根州 威斯康星州 乔治亚州 很多他们做的是 直接非法的事情 但是就是没有调查 但是就算你今天 相信2020的选举结果 我们现在还是要问 我们以后的选举 都是这个样子吗 从现在开始 选举就是要用 大量的邮寄选票 所以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所谓的选举日 人可以在辩论会 开之前就已经投票 甚至有的时候参选人 根本就不用参加辩论会 然后各大腐败的 民主党控制的城市 都需要数票数好几天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可以突然 从某个桌子底下 刚好找到一堆选票 然后刚好就可以把这些 左派的人挤上位 到底还有谁在相信这些 只要数票的时间过越长 作弊的几率就越高 我们洛杉矶 LA County 全面改用那个基本上帮助作弊的电子计票 结果比手动计票还要慢 那我们一开始干嘛花两亿去开发这个东西 而且就只是一个iPad而已 写个程式而已 但是他们就是这个样子讲 左派现在开发了一个新的词 叫做Red Mirage 红色海市蜃楼或者是红色幻象 这个说法就表示他们正在准备作弊当中 当然他们还是脸不红气不喘的跟我们说 选举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现在是特别时期耶 OK 不是特别时期也应该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才是正确的选举方式 It took two weeks to call every state In modern elections more and more ballots are being cast in early voting and also by mail And many states don't start counting those ballots until after the ballots after pardon me after the polls close on November 8th So you heard the president say this the other night he has been very clear on this as well We may not know all the winners of elections for a few days It takes time to count all legitimate ballots It's in a legal and orderly manner That's how this is supposed to work And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all be patient When wild votes are being counted 对啊 选举就是这个样子啊 民主就是这个样子啊 如果选举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是在说2020以前的选举 全部都应该无效咯 为什么这个现代化的选举 的效率比以前还要烂 Well 因为我们要计算到每一张邮寄选票啊 OK 那为什么我会要用这么多邮寄选票 Well 因为COVID啊 因为新冠肺炎啊 这个大家的安全啊 什么什么什么COVID COVID已经结束啊 这个已经没有 已经过了两年耶 你已经 你的意思是在说 你的政府抗疫失败了吗 两年的之后 你还在抗疫吗 15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吗 Well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们就是要作弊啊 对 就是因为他们要作弊 连欧巴马都说邮寄选票 会有大量的选举舞弊了 然后现在他们为了作弊 所以要搞这出 算票要算超久的啊 为什么巴西的选举 当天就可以有选举结果 为什么法国的选举 当天就可以有结果 为什么2020前都可以 然后现在就不可以了 因为我们延长了选举方式啊 因为我们大量的 使用邮寄选票啊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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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三更半夜的时候 会有一台大卡车来投票 来到投票所 然后丢一堆 崭新的 还没有被算好的选票 丢到 兵州的投票箱啊 不管他们答案是什么 不管他们这些人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不就是应该 不这样继续做 不是吗 如果early voting 提前投票这样的制度 反而会让选举结果延后的话 那我们不是就应该要废除 提前投票 early voting 跟邮寄选票吗 我们把那种 人在国外的美国人 还有军人的选票拿出来 然后说 只有他们才可以用邮寄选票 大量的使用邮寄选票 跟提前投票制度 很明显是 必大于利的 而且这是 很容易得到的结论 因为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两个制度 有什么益处 邮寄选票的最好的益处 最好的好处大概就是 让人可以穿着睡衣投票 连出门都不用 OK 这或许是个优点 但是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或者疏解任何的需求 要求人去做到基本的礼仪 然后还有准备再去投票 并不是一件坏事 并不是错的一件事情 对一件事情要有要求 是一件好事 而且就算是 你当天去投票 去投票所投票 你还是可以穿着睡衣去啊 现在一堆的人穿着内衣内裤在外面走了 没有人在乎你穿什么 你穿睡衣也OK 等于这两个投票机制 是没有任何的优点的 那缺点是什么 其中一个就是 很多人在竞选结束之前 就已经投票了 很多候选人还没有机会 把自己的政策 还有政治的方向 都展现出来之前 你就已经投票了 或许某个候选人 在竞选之前中风了 脑子出问题了 然后讲话都是障碍 但是你已经投票给他了 怎么办 宾州的Federman中风事件 是在初选之前 他就已经中风了 也就是说 那些投给他的人 应该都是 跟他中风之后的智能 差不多的人 但是光这一个事件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初选到大选之间 在竞选过程当中 可能发生了意外事件 North Dakota跟阿拉斯加 还有候选人已经过世了 然后还赢得选举 然后刚好都是民主党人 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要等到 竞选过程结束之后再投票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Federman跟Dr.Oz变论会之后 有很多Federman的支持者 决定不投票给他了 因为他的脑子 真的是出了问题 但是他们的票已经投出去了 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 这个邮寄选票 跟提前投票 这两个会拉长算票过程 所以就更有机会去作弊 选举就会变得更不干净 那最后就是这两个制度 这句话 民主党最近天天说 会动摇我们的民主制度 跟稳定性 这是所有的政治机构都同意的 白宫 州议会 每个政府官员都会说 延长结票结果 会让人民更不安 会产生社会动荡 暴动几率会升高 而且人会更怀疑 选举的正当性跟选举结果 而且白宫还自己出来说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 这个样子的选举制度 人民要相信选举 跟选举制度的结果 如果人民不相信的话 整个制度就会崩溃 这个就是民主最基本的磐石 就是我们要相信 选举制度的正当性才可以 这些民主党看不到吗 还是不知道吗 当然不是 他们清楚的很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些是好处 是益处 这些是功能 不是一个bug 不是一个病毒 他们希望人在最无知的时候 就听从他们的话 去把他们的票 把他们的权利交给他们 这样子他们就算派出 featherman这个样子的西瓜 出来竞选也没关系 而且这也给他们机会 去做一些选举后的调整 还有就是他们知道 这个会动摇我们的民主 他们每天都在说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是他们的党的名字 就是他们试图计划要摧毁的东西 因为他们就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的 我们要占据我们的国家机器 然后从根本上修复我们的制度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一切都从你的选票开始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想要摧毁美国的制度 民主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制度 甚至是邪恶的制度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是我的牧师说的 我当时还没有读完圣经 我那时候就想说 不然你要共产党 不然你要独裁 然后我读到圣经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绝大多数的人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人会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 人会不断的跌倒 人会不断的犯罪 人会不断的把自己的权利 跟自由交给地上的王 来换取温饱或者舒适 很多人会说 我要求不高 我只要roof over my head 然后可以吃饱喝足 然后有地方睡觉就好 那个地方就是监狱 在里面你没有责任 没有压力 每天有固定的时间 让你去运动 早上起床 晚上睡觉 时间都很固定 生活正常 如果你是个艺术家 他们还会给你笔 还有纸 让你画画 那个如果就是你的天堂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了 但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 你跟我一样 是追求自由 还有自我突破的人的话 你就是必须要承受这个压力 还有批评 还有不稳定 而且每天请神 跟你一起同行 给你力量 还有勇气 来克服你前面的困难 你要使用神 给你的两千两 五千两 来把荣耀交给神 真正的使用你自己的生命 来创造出更美好的社会 这个就是在传福音 跟传福音的目的 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刚强 每一个人都变得独立 每一个人都变得自由 这个就是圣经在教导我们的 神不是神灯精灵 神不是用来实现你的愿望的 神给的圣经 是要来让你认识你自己 活出你自己的命定的 我们只有这样子做 民主才有可能变得正直 正当 还有有道德 不然我们的民主 就会变得跟中国大陆一样 不同意的请举手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